开始录制 开始录制 来了 十亿吨跑男的六 三二一 开始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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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六 开机 录音 三二一 比赛已经开始了 抬高 抬高 举起来 三二一 因为我们今天是分队的两个形式 然后这个游戏是根据分队的概念来的 然后两个队的队员要抬着自己队长的大头 通过三个障碍然后到达终点 先到达终点的这个队会获胜 大概逻辑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大头分成了12块 然后他们抬的过程中 这个大头会特别容易的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要把这个大头复原 然后才能继续前进 然后这个障碍也是高高低低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是有难度的 大队游戏其实挺纠结的 就是它要克服很多问题 一个就是这个大头的重量 因为我们要评估 就是四个男生把它抬起来 怎么样一个重量是刚刚好 不会太轻也不会太重 因为太轻的话这个大头会非常容易倒 太重的话呢 他们就是抬一会可能抬不动了 游戏效果会非常差 然后包括这个大头切分的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试了很多遍 可能前前后做了有将近20个头 然后就是测试 对 将近20个头去测试 然后最终这个头我们是经过处理的 它切开的部分 我们在它表面都做了一个特殊的材质 让它摔下来的时候 它是泡沫做的 所以一般的泡沫这么重 砸下来都会碎掉 我们做了一个材质 就保证它不会碎掉 然后中间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重量 做了一部分的掏空 这样保证它的重量不会就是太重 泡沫材质 就是你能看到的家里 电器的保护的那种泡沫 然后但是泡沫的密度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也是测试了很多种 最后决定了用现在这个密度的泡沫 头的尺寸就是第一它要好笑 它要够大 然后第二呢 现在现在现在应该还行吧 还好笑的吧 就是差不多比我在高20公分这个样子 然后看起来就是 比所有人的身体都要大 这样的一个程度 高度大概是2米1 然后宽度大概是1米6到1米7 大概是这个比例 我们特意选了两位 李晨和沙依比较帅的样子照片 就是可能沙依老师是20米 20年前的一张照片 李晨老师可能是30年前的照片吧 对 因为我们今天中间有设计 大家要根据收集到的一些信息去判断 我到底该信哪一方 就是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就是告诉大家 最后这个揭晓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利益 告诉大家就是一定要去尊重事实 就是不要轻易的相信一些不切实际的话语 这也不是被选 这是我们特别想用的一个场地 因为这个学校风景特别好 旁边就是有桂林山水的橙色 然后就是之前一直担心下雨 但是今天天气特别好 就是我们来这唯一一个大晴天 然后玩这个游戏 就是刚刚好 这次第一期其实是做了一个开场 然后但是基本上我们启用了五个场地 全备的 最早我们订的是印象者三队的舞台 但是因为刚好这次是碰上了桂林的雨漆 然后我们只好换场地 但是因为我们还是很失败 因为很多是其实不在雨棚内的 是在外面的才出来 因为他要走一条花路 所以就很多就是一开始就还挺当心的 但最后真的是 我觉得天空还是做美的 我觉得天空还是做美的